哈喽大家好,我是各位朋友,我是各位朋友,今天影片呢 最近一直攻擊我,講話動作很浮誇 說我講話的時候會一直騷手弄姿 我告訴你們,我講話要怎麼動是我家的事?關你什麼事啊? 我最近去做了指甲,中間呢留了一個黑色的部分,留給你們 而且說今天要講的東西很政治,我知道很多公眾人物不敢碰政治的東西 可是對我來講,今天如果我不管政治,未來就等政治管我 我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我一定要講 OK,直接開始 台灣人民,什麼時候要蘇醒啊? 第一個,中共並不等於中國 很多台灣人很討厭中國,中國沒有水準,中國不自由,中國侵占人權 常常會把中國當一個主詞來去罵中國 可是台灣民眾,請不要犯這種錯誤 我先自首,我以前會犯,但是我現在不會了 在中國只有一個政黨,就是共產黨 所以很多人常常會把中國跟共產黨放在一起 我們一想到中國,會想到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 裡面有將近14億的人口 可是重點是中國跟共產黨完全不一樣 共產黨只是在中國的一個黨派 所以很多人常常會把中國跟共產黨放在一起 可是在台灣,國民黨、民進黨都不能代表台灣 不管哪一個黨下執政,都不能代表台灣 從現在開始,如果你要罵中國政府哪裡不好 請把主詞變成中共,不要是中國 欸,我先來打第一炮 中共是個侵占人權的地方 是壞東西哦 主詞請變成中共,不要中了中共的技 你看哦,中國人民知道台灣人一直在罵中國 中國人民當然會對台灣反感啊 我們兩個國家的人就沒有辦法交流 我們只會對立,必須要讓中國人知道 台灣不討厭中國人 我們討厭的是你們政府 我們要讓世界知道台灣是一個成熟的社會 我們懂得分別中共跟中國是不同的東西 現在如果你要罵中國,請把中國刪掉 把中共當主詞 總統你也是,請加油 啦,第二點,最後一點 我們是台灣公民,不是老百姓 台灣人沒有公民意識 很多人都知道台灣民主、自由 但是法治很脆弱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看日本東京的前市長 他違規報銷了30萬台幣 就下台了 你反觀台灣政治人物 他就算犯罪被起訴判刑 他還可以硬拗 OK,他被關了 出獄之後,他一樣可以從操就業出來選立委 這是什麼情形? 而且重點是 我們明明知道台灣的法治脆弱 人民都知道 我們卻只會當個孫明出來說嘴 說完,一樣過自己的生活 這怎麼了 奴性太重了 我覺得台灣人民普遍自主意識太低落 總覺得自己是旁觀者 覺得自己只是一個等待被制裁 被通知的角色 可是重點 台灣社會是自由的 我們為什麼不用行動來表示自己的聲音 現在在看影片的你 隨時隨地都可以站出來 不用害怕,我說 今天如果你不管政治 你就等政治來管你 還好我長得漂亮 我有這個先天條件 我可以隨便找一個百人結婚 當他們國家的人民 可是有些台灣人 你們要加油 如果台灣人民要繼續無知下去 沒有自主意識 台灣會沒有 我身為台灣人 我是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可是 我有這個心 我有這個熱情 旁邊的人無知 我也是很頭痛 台灣人 加油 OK 今天講實是裡面 小朋友在這邊 OK 朋友們就在這邊 下部影片下部影片下部影片 掰掰